新能源技术的爆发彻底解放了自主品牌的生产力 在燃油车时代 自主品牌为了生存只能老老实实的生产 常见的实用车和SUV这种车型 从不敢越雷池一步 但是新能源技术的爆发彻底解放了自主品牌的生产力 他们搞出了新能源的旅行车 硬排越野车性能车 甚至是超跑 现在哪吒S发布了列装版的车型 列装版是非常小众的品类 哪吒到底做的怎么样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以外观够不够列装 列装车通常是高端的跑车或者轿车衍生而来的 它设计的精髓就在于车尾的比例 哪吒S列装版总体来说是做的很不错的 哪吒S列装版的前脸看上去是非常凶狠的 车灯设计的非常的狭窄 和倒梯型的保险杠形成了杀气腾腾的这种效果 而且车头比较低 确实有一种蓄势待发的轿跑感 即便是新能源汽车的设计已经可以做到天马行空了 但是哪吒S列装版还是能让人过目不忘的 列装车也想做的好看 基础的尺寸是一定要够长的 才能充分展示出列装车的姿态 哪吒S列装版的长度是4980毫米 轴距是2980毫米 属于是C级车了 正是得益于足够长的车身 侧面圆刃的窗线比例是非常非常协调的 地柱的圆角是刚刚的好 配合后半段腰线的设计 尤其是侧后45度视角观察 哪吒S列装版看起来是非常的动感的 如果抛开品牌和售价 只看设计这款车也基本达到了欧洲高端列装车型 该有的比例和美感 那接着咱们再来看它的轮毂和刹车 它使用了这种简洁的五幅式的轮毂造型 顶配6404区纯电版的车型 是配备了四货塞的刹车卡钱 这种只是常规的单货塞 我觉得轮毂对于车身造型的美感 是有很大影响的 哪吒S列装版的轮毂尺寸够大 达到了20英寸 浮条也比较纤细 所以如果搭配上红色卡钱 就显得非常突出 很好的烘托了运动效果 因为新能源车型车身更重 马力更大 对于刹车系统的要求也会更高 如果就像这种中低配或者是增程的车型 可以选装四货塞刹车的话 我会强烈建议选装的 既有性能又有试剧效果 何乐而不为呢 哪吒S列装版 其实是基于哪吒S轿车身接而来的 但是美感和个性化的程度 是远胜于轿车的 那这个列装版实质名归 那车的空间怎么样 那现在咱们来到了车内 从彩制和设计整体风格上来看 哪吒S列装版属于休闲和居家的一类 那此外就像冰箱 彩电 大沙发 也是全部都配齐的 那哪吒旗下的车型 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数字的屏幕 达到了17.6英寸 在同级别中算是比较大的了 液晶仪表的面积就是相对较小 行驶信息主要都是通过AHUD来显示的 整个仪表台和中控的布局 是比较随大溜 材质还是很不错的 比如整个中控台 都是几皮材质包覆的 看上去还有摸起来 感觉都是很高级的 前排的座椅支持加热通风按摩功能 后排座椅的靠背角度 也是支持两档调节的 在前排的座椅之间是有一个冰箱的 它是可以双向进行一个打开的 开启方式和很多豪华车一样 里面是一个容器 达到了6.5升的压缩机冰箱 工作温度从零下的6度到零上的50度 要知道小米速器的冰箱才是4.6升 制冷效果也没这个好 这个冰箱支持远程控制和语音控制 停车了也还能继续工作 在现在的这种三幅天气 有个制冷强劲的冰箱 简直是不要太爽 那这S列装版坐舱前排的空间 和轿车版是一样的 毕竟车宽也是接近两米了 坐在车内完全就是一个 行政级别的一个轿车的感觉了 变化比较大的是第二排和它的尾箱 平直的车顶线条带来了更好的空间 那现在咱们到第二排看一下它的空间表现怎么样 好了后排可以看到腿部空间 还有一个两拳零三指左右的一个鱼量 头部空间还有一个一拳零两指的一个鱼量 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头部空间 照常规版的这S真是大了不少 咱们打开这一台车的后备箱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空间表现 尾箱因为有更多的高度可以用 正常状态下容积达到了593升 如果把座椅放到之后能达到1295升 尾箱还有220伏的电源接口 和一些放置杂物的挂钩等等 还有双层地板 下方其实空间不大 也就够放一些平整的一些小物件 列装版的车身结构带来了很多好处 空间利用率比轿车高很多 此外呢 哪吒S列装版在配置上也比较实在 该有的一样不少 智能化表现如何 智能化呢 是判断一款新的原车是否优秀的必要条件 哪吒S列装版使用的是自研的支架系统 硬件水准呢也比较高 整体的体验算得上是优秀 不得不说呀哪吒S列装版的这块中控屏确实大 尺寸呢已经超过笔记本电脑了 硬件采用的是815的芯片 上手的流畅度呢是没什么问题的 因为屏幕很大呀 所以显示的内容就是很多样的 上方这里啊可以看到啊 还是有卡片栏的啊 优点是呢很多功能都能放在一起 缺点呢可能就是少了一些的沉浸感吧 身内的语音交互很好用 对指令的识别呢也很迅速 你好哪吒 我在 播放音乐 生病 打开设置页面 小意思 视觉与安全 音量控制 来电控制 回到主界面 中控屏回到视频 空调调至23度 OK 所以在车内听歌的效果是很棒的 那这套哪吒自研的音响还有车顶了 今年呢是制驾全面落地的一年啊 有几个品牌的车型呢已经能做到无图的NVA 全国都能开了 哪吒S列装版使用的是自研的哪吒AD MAX 采用了一颗英伟达奥润X芯片 加上30个传感器啊 具备NMP高速领航和NCEP城市领航功能 只不过啊这套系统必须借助高精进途才能这样使用 即便功能呢比较完善但是也达不到全国随便开的程度 所以哪吒S列装版的制驾功能呢会比较挑地方 一线程式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小一点的程式就不好说了 在实际生活当中 泊车属于非常高品质的操作 好用的泊车功能呢可以大大减轻驾驶员的工作量 而且呢更安全高效 哪吒S列装版可以实现自动泊车和遥控泊车 可以识别水平垂直甚至是倾斜式的停车位 手机上呢可以控制车辆前进或者后退 也可以将泊车完全的交给系统 只要不是特别复杂的场景啊 哪吒S列装版的泊车功能都能轻松应付 以哪吒S列装版的定价来看啊 它所提供的智能化水准是够用的 但不依赖高精地图是大趋势 希望后续OTA能够越来越好 是增程和纯电双动力能不能打 哪吒S列装版呢 是目前市场上唯一的增程式的C级列装车 都不用说是C级了 它是目前唯一的增程列装车 但同时呢它也提供纯电的版本啊 那无论哪种动力形式都是由电机驱动 加上前双叉臂和后多连杆的底盘结构 形式品质呢是有保证的 增程式的进入路线呢 已经被很多厂商所接受了 没有里程焦虑 驾驶体验呢又很接近于电动车 只不过啊一般的增程式车型的续航里程 都是100多或者是200多公里 而哪吒S列装版的纯电续航呢 直接达到了300千米啊 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啊 只要10天或者一个月充一次电 便可以体验无限接近于纯电车型 增程版呢采用后置后驱的结构啊 最大功率呢是200千瓦 还支持快充 那现在呢咱们再来看一下 我身旁的这台纯电版啊 纯电版呢统一采呢是800幅各家架构 和SIC碳化硅多和一电机 续航呢分别有两种啊 单电机版本的续航呢是510千米 最大功率呢是200千瓦 零电机版本呢续航里程呢达到了640千米 最大功率呢是370千瓦 那吒呢还有自研的能量管理技术 能够预约充电还能在超低温的状态下 提升充电的效率 列装车这条赛道啊目前还不算拥挤 但是啊这种形式的车身呢 通常都是建于中高端车型 毕竟极客001都要26万起步了 那这S的出现呢将列装车的价格是打了下来的 而且呢这款车的完善度是非常的高的 有轿车板成熟的底子 又有很不错的设计水准 如果想要一款便宜又大碗 美丽又没有续航焦虑的列装车 目前呢只此一款 确 确 确